都要花交通费 然后突然不用花感觉赚到 在高雄达成捷运不用钱 这是高雄空屋连日达的红色警示 市府寄出的应对措施 首日开跑免费时段达成人数 增加了3000多人 我们目前统计出来的早上的酝酿的话 是增加了3072人次 那总共它是增加了13% 高捷首日酝酿增加 政策看来发挥了效果 但真的是这样吗 镜头转到轻柜同样是免费 但人超熙熙落落 这个线路不在我们上班的地方 平常的地方 所以你不会为了这个特地来住 捷运也不会 因为不是因为捷运 它的路线就是固定的 自己还是骑摩车比较方便 市民还是认为通勤习惯难以改变 原因在于高雄交通网路不够实用 近日空屋炒得火热 高市府也答上议题 要求新达电厂减少20%升煤使用量 其实在这个时候推出这个是非常适当的 而且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大篇幅的三件 只剩下就是台南跟高雄交界的这个新达电厂 燃煤机组目前只有停一座 我觉得是不够的 那就算是有一点吃紧的话 我觉得我们民众以及这个工商业 特别是这个耗电的大工厂都应该要努力来节能 面对空屋各界都在寻求解套方式 控制了固定污染源 但移动污染源尤其是七级车的排放 还是占了主要关键 如果无法真正改善 恐怕南部这灰蒙蒙的景象还得持续一段时间 欢迎新闻林伟凯张元春高雄报道